你好 你好 不是不是咱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不是说我把那个缺的零件照片发给你 然后补上就行 你咋又给我发这个了 那当然让你看看了 因为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很 本来就是对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这个你家的举行合同 但是我的意思是你那个时间不够 而且丢了东西 不够为什么不够你为什么 哎不对我问你啊 你又给我发了这个咱俩不是又得吵架 我不知道你啥意思 我不是跟你吵架兄弟 我不是跟你吵架啊 不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按合同旅行的 没有任何问题 在我这就不是按合同旅行也有问题 所以你要给我发这个 咱俩只能是吵架 你又给我发这个 我就不知道你是啥意思 咱俩不是说好了解决问题吗 你咋又这样了 我怎么样了 我就告诉你 你现在你现在 你现在 诽谤怎么怎么样 诽谤怎么怎么样 这是这是这是加拿大法律规定的 我知道 但你那里的意思就是合同 你按合同旅行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这里你也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就是丢了东西 而且就是 我没有 我们没有丢东西 我记住 我们没有丢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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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现在又跟我说 没有丢东西 我是本质解决问题来的 你现在用我发 那是 这个什么意思了吗 到底是 什么 第一点 你 我们没有丢你印象东西 你的那个白带着 你又开始说了 你又开始说了 你又开始说 诽谤罪 这啦啦 你是诽谤罪不 问你兄弟 你是诽谤罪不 你现在是不是诽谤罪 你现在是不是诽谤 你现在是不是诽谤我 不是咱俩说好的吗 不是 咱俩说好的说 你把问题解决了 然后我把帖子下来就完了 你现在又给我开始 发这个诽谤罪 我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告诉你 你让我说这啥意思了吗 我又不知道 我就是告诉你兄弟 你明白吗 我回去给你发 回去给你发 我说了 我已经说好几遍了 你也同意了 你现在又给我发诽谤罪了 这啦啦 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我不知道干嘛 我现在完全可以 兄弟 我现在是想跟你解决的问题 因为你的不是大问题 对 咱俩不是说好解决的问题 也说了解决方法 本来就不是啥大问题 你的印象 不过呢 我就跟你说 我就跟你说 然后你又给我发诽谤罪 诽谤罪 我在我这 我就没有诽谤你 但你的意思是 你要说 哎不是 你现在已经已经现在发到公共社区了 你现在已经发到网上了 知道吧 我发到网上 因为确实有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们合同旅行卖 合同旅行卖 你当时你查搜的时候完全 查搜的时候也确定了 你又是吵架 我就那无语了 咱们刚刚不是才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那你现在又跟我说 这个诽谤罪 就完了 咱俩解决好问题就行了 你只是啥意思 那你又咱俩又开始争论这个 OK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说 没有法庭件 要么就是说 我是诽谤罪 咱俩现在不是本着解决问题 法庭件 兄弟 你现在上法庭百分之百数 我跟你说 你又开始了 那你咋知道百分之百 那你是要上法庭还要打 不是说的解决问题 可以打 没问题兄弟 你要是扩大的话 我们可以打 因为每年我们都打 每年我们都有几十起 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 那你是想打还是打 我本来就是说 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 你老婆罚这个 因为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懂加拿大法律 我得告诉你一声 这是告诉你 加拿大法律 也不是说你运动东西 没责任 这不是运动东西 因为你最后已经签字了 你们那边 你最后已经签字了 他没有签字 他没有签字 而且他不去请 他签字也是无效的 无效的 告诉你 这边不是这么算的 这边 这边不是这么弄的 你签字了以后 你这边签字了以后 就是已经成为法律上 已经成效了 已经成效了 你又开始了 不是 那咱俩是不是解决问题 又我把这诽谤罪 那你到底是想上法庭 还是我解决问题 我是想跟你解决问题 我不是 刚刚才说好了 现在又要 要怎么样 你说吧 我是告诉你 你不应该 不应该 没什么事的话 你没有实际证据 我现在确实是安不上 我都会拍照片给你 找到回去 拍给你 你没 行行行 然后确实是缺零件的 对吧 你缺零件 你缺 你缺零件 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你不能说 四处乱罚 我看你 我没有诽谤 这确实就是 您给我运的时候 丢的对吧 我运的时候 你确定丢了吗 你确定丢 我要给你找出来呢 那你要找不出来呢 我现在去 我要给你找出来 是不是 我得带着警察过去呢 找出来以后 你现在是 百分之百的诽谤我呗 找不见 是不是 我已经找了好几遍了 那你要找不见 是不是 我得带警察过去呢 可以啊 没错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可以把合同 什么东西 我把我们员工 带过去 你那合同就没有履行吗 你又开始跟我说这个 怎么没有履行 怎么没有履行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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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都已经结束了 都已经 双方同意了 你还告诉我 没有履行 你又开始跟我说这个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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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说 你 我可以把老 那个 我们那个老黑的电话给你 他放的位置 他 他说百分之百 放在那个位置了 只是你没得到 明白吗 我可以把他电话给你 你直接跟他说 我直接跟他说 没有勇敢 现在就是觉得 不是 他肯定放一起了 对吧 对 肯定放一起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他如果放一起的话 现在是 一个 一个桌子是四个腿 现在三个腿能拼 一个腿不能拼 我可以把照片发给你 我也不是说故意给你搞丢啥的 现在就是没有 因为他肯定放一起了 对吧 肯定放一起了 他不可能是四个腿 他不可能说四个腿的 你就 你就缺 你就缺一个螺丝 我可以给你找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说 下回 再这样的话 我看 为什么我又 又跟你说诽谤罪什么 因为你 我看你 我们每一个帖子上 后面 你都 你都在给我发 你是不是有点 因为 对啊 因为你确实是 给我丢东西 对吧 我哪 我哪给你丢东西了 你都 你都确定了 你都确定完了 你怎么能赖 我是丢东西呢 这不又是诽谤我的吗 哎呀 你因为就是这个过程中丢的吗 怎么过程中丢的 东西都给你拿进去了 怎么能过程上丢的 东西都拿进去了 你都看完了 不是东西都拿掉了 你肯定是忘了 或者丢了吗 没有 绝对没有 你可以看 你可以找 你说肯定没有的 不是那天那块板 就是这个问题吗 那块板的话 不是你忘了吗 不是你忘了吗 我都问你 我都传了无声 我问你了 我问你们 我最后我走之前 我问你们 我说还有东西 你告诉我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我们才走的 你又开始了 咱俩来回打这个 什么来回 你现在是 你现在一说到 一说到重点 你就 你就说我又开始了 我说重点就是 这个 这个板 确实是 你们忘了盘了 对吧 是我忘了盘了 还是你 你忘了告诉我们要搬了 我 这个床是整体的 我会忘了告诉你 我肯定说这个床 我最后 老黑可以作证 老黑哥旁边听着呢 我可以作证 老黑也可以作证 我当时我就问你一句 我说是不是全部都结束了 什么东西都搬进来了 你说确定 你说走吧 走吧走吧 是不是你 你又开始跟我说这个螺枪 我是不是跟你说床搬了 然后 我们这边有人证 我们这边有人证 我老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因为老黑 老黑在这儿 跟你搬农线 我这边给你看着农线 我 因为我没进屋 我不知道你到底去 还有没有这东西要搬 所以我问 当时是问着你 你告诉我 已经结束了 都已经搬完了 我们才走的 到 到结束 到晚上以后 你告诉我 还插一个板 我又回去 又跑了一趟 给你给你 给你弄 弄了一个板 给你弄过去 然后结束的时候 应该能送你三个小时 我给你捡了十块钱 收你两百 你给我发贴 你告诉我 还多收了这两百 你给我发贴 两百块 多收两百块钱 你告诉我 我跟你说 把床搬走 最后床是缺了东西 对吧 然后现在 我跟你说 把桌子搬走 现在是缺了东西 对吧 你缺东西 你给我打电话 我可以给你想办法 我肯定不会 对吧 我已经找了 你看看你写的玩 写的 专业保洁公司 这个号特别啃 老板上面强制合同 你不签合同 你能行吗 就你那样人 工作特别磨叽 怎么磨叽了 你能破楼电梯 你自己不知道啊 咱们签合同 签了十几分钟 你忘了 怎么签合 怎么签合几分钟啊 咱们 我跟老黑上去搬 上去搬 你不是不知道 咱们弄了十几分钟 我就 我问你啊 那个搬东西 拆床 是不是你自己说 都拆完 我我都让你说 之前我已经跟你说 很清楚了 东西都让你猜的 清清楚楚 然后我们再搬 你告诉你 去了以后 去了以后 那是你的问题啊 那是你的问题啊 不是我的问题啊 对啊 我跟你说清楚了 当时也 你说OK 谁说我说时间要长 我跟你说 没时间要长 你说时间不在乎 你说时间 你说时间不在乎 我们才 我们才搬的 我没说时间不在乎 这是你说的啊 我没说时间不在乎 行 我们搬了两小时 四十五分钟 按照合同 我们两小时 四十五分钟 按照合同来说 超过超过半个小时 稍微一个小时钱 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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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好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没听见 最后一句没听见 你 怎么回事 你那什么破电话 你那是 你那才是破电话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呦 你向来就是要吵架 那你说我 我跟你吵吵吵 最后吵不出个结果 你才是破电话 你现在就开始 哎呦 真的是 行了行了行了 你回去找吧 找白带的吧 绝对 找吧 我找见白带的了 现在是 不是 你都找到白带的了 你螺丝 你没看见 螺丝 现在螺丝是缺的 不是说没看见 现在是螺丝缺 不是说 缺什么螺丝 告诉我 拍个照片 告诉我缺什么螺丝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咱们我回去拍个照片 一种就给我补上 这咱们就解决了 然后把帖子删了 不行了 这刚刚你又给我发 那个诽谤罪了 这了那了 那当然了 你现在 你现在威胁 威胁到我们公司的利润了 那当然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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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开始了 咱们解决问题 我删除了 就不为写你的利润了 对不对 你现在又给我开始 诽谤罪的 这了那了 那就是要吵架了吗 这不是吵架 这是法律 兄弟 这不是吵架 这不是中国 中国叫吵架 这边就是看法律 看合同 这不是中国 你又开始了 那 那 那你是现在是解决问题 还是怎么样 那你又给我发 诽谤罪的 那 咱俩不是已经说好了 解决问题了 你现在又给我破电话 这了那了 行了 回去发吧 发我看一看 给你找 我出来就把事了 对 解决问题就完事了 你跟我说吵架 兄弟 我跟你说啊 自己自己发了多少天 都给我删掉啊 而且不能影响我不能影响我的 听到吗 我肯定给你删 你现在又跟我说 这咋办了 我删 我肯定会给你删的 你放心好了啊 你给我找见那个零件就行了 咱俩又开始吵吵吵吵 不是吵 因为因为说 因为说 因为这件事的话 仍想我们公司的利润 我肯定的上法庭告你的 我肯定的 他告你的 那你是想告我就告我 那你是说要怎么样吗 就开始了 我回去肯定给你删了 我给你照照片 咱们把这个事弄好了就行了 对不对 行 反正我听你呢 信你一把 你不行的话 我们就处理别的了 不是你现在到底是要咋了 咱俩商人解决的问题就行了吗 你咋又要处理别的 这把那 你到底是咋回事什么 不是咋回事 是你这个天 你每 我们每一个天里头 你底下都给我回复 每个天 你看又开始到这个问题 我每个天都给你删了 然后咱们 我把这个缺的零件 告你 然后你给我补上 咱们这个事就解决了 对不对 行 可以 可以 回家 回家就给我酸甜 晚上我看着点 我现在 我看 我现在行不行不行 我明天早上给你填 因为我正在手边没电脑 行 好了 行 行 行 我肯定给你填了 你知道你知道 你这个东西要影响 影响我们客户的话 我开始了 对啊 那你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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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你为啥不直接给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我就给你找出来就完事了 那你是当时 现在已经过敏了 你现在说怎么办 我都说了解决办法 你同意了 你现在又跟我说一个车轮话 嗯 行了行了 好了不说了 回去给我发表片吧 老黑说 你去你去你去多少东西 告诉我 然后咱们把这个事解决了 不行了 对不对 对了 你把照 把什么照帖子什么都给你删了 这样可以吗 行啊 你也不要再给我发诽谤 追了加俩那俩 因为咱们都商量好了 你这个事能解决了 咱俩现在又开始吵这个车轮的话 对不对 不是不是 因为说是这样的 我得有两手准备 兄弟 你得知道 我得有两手准备 一手准备 我得 因为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律师 每年我们的给他七八千块钱的费用 他们不办事 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知道吗 这个意思 什么 那你是 不是 你现在是咱俩 刚刚又刚刚说完 不是 我跟你说 行了 行了 我就跟你说 我就 我就跟你说 我这边的事 我们 我们这边的情况 我跟你说 不是 你那是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吗 你现在又跟我说 那咱俩不是得打完 你要想打完 咱就得打完 咱俩不是刚刚才说了 这个解决问题的事吗 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了 行了 你三天二百 三天二百 三天二百 好了 好了 好 我给你找螺丝 就这么解决了 你给我找螺丝 然后咱们就把这事解决了就行了 对吧 对 没错 行 行 好嘞 好嘞 你别说再罚了 然后我也给你先接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对 行 好嘞 拜拜 拜拜 拜拜